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姜粉里面是 我认为是效果最好 好 那这一条里面还有解释到一条 就是怎么样 我们说直达体伤位置 为什么要直达体伤位置 这里有写 好 下一页 使温敷增强为热敷 以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送到直达体伤位置 因为它的痛绝对不是全身都痛 一定有哪个部位最严重 对不对 那我们如何把它送到它最严重 比如我们流鼻水 那你拿来灌肠 觉得好吗 那就好像有一点头痛 你按推臀部一样 按推屁股一样 那指指怎么会有效呢 所以我们原始点都是怎么样 快很准 就是直达它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它热能不足 体伤位置在哪里 我们就直接送到那里去 就对了 所以这里就是改善 特定部位的什么 热能不足 那你看鼻子 我们这七孔里面 这个是大开关 因为喷进去 竟然我整个脑门都开了 就好像按推这里 按推了 全部头部怎么样 都有改善 所以按推如果这个是开关 这个喷姜粉 这个鼻子还蛮管用的 所以你别看那两个鼻孔 还蛮好用的 直接喷 有时候眼睛也会流眼泪 流眼泪干涉会不会改善 所以还是有这样的患者 他们眼睛不好 结果喷鼻子 还是有效的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那个都是大开关 为什么灌肠 它只是灌肠 应该对大便小便有效 为什么连贫尿也有效 为什么 因为它温暖器官 直接温暖 它周围热热的 它就怎么样 改善 是一个热的概念 那大概这几个概念 那最后是提醒 所有讲了那么多 最后还是要与患者怎么样 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度 为最高原则 不是谁说了算 但这些方法都可以变通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一 外热源 重病温敷多以大面积 时间可达24小时 但都要以患者感觉 温暖舒服为宜 比如天气闷热 可用空调降低室温 再以外热源温敷 又如杯红豆袋太重 应改以姜粉或姜粉泥温敷 若要提升姜粉 姜粉泥的温敷效果 可与其涂抹处 配合保鲜膜保暖 或红豆袋暖贴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等温敷 若病情需要 且在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比如将电热器或电毯 调制高温 又如在姜粉或姜粉泥中 加入辣椒粉或辣椒水 所以既然我们是以姜的产品为主导 不管内外热源都是 那你要把温敷的效果改良 尤其这里提的是外热源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第一个提出来是用什么 保鲜膜保卵 有没有 你用完之后 一定要保鲜膜保卵 不过说实在 早期我对保鲜膜是有余力的 我认为这个把热源包在皮肤上 它不透气 这个不合乎自然啊 对不对 所以我有疑力 但是经过我们原始点是一路做出来的 那很多患者讲 有包跟没包 差很多 我跟各位讲真的 他们说如果没有包 很快那个热就散掉了 那你包的时候 那个热一直持久着 甚至还会往内窜 对不对 这是大家的一致的说法 所以我就知道 哇 你要把温敷的效果 提高提升 甚至时间拉长 你势必要怎么样 保鲜膜这一块是不能省的 配合保鲜膜保卵 或什么 红豆袋 也就是你这样涂 虽然它是主流 但是你还是要配合怎么样 其他热源 或红豆袋软贴 电热吹风机 眼红外线等 温敷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 就是那一天在跟 大队长还有队长 他们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提出一个 就是我们红豆袋 就是去微波之后 温敷 但好像不够均匀 有一边热 有一边不够热 对不对 然后患者因此而烫伤 对不对 一般我认为 现在红豆袋的打热 一定要注意 不用到一定要什么四分钟 因为它已经算是一个怎么样 配合的 已经不是主流了 你有温敷 它就能够 因为将涂的时候 它只要借助一点点热源 它就怎么样 可以一直持续透进去了 对不对 那你就不用 一定要像以前四分钟 甚至把它烤焦了 都有可能 都不用了 甚至现在两三分钟 只要有稍微微微的热 然后因为你有涂过 那这个盖就一定有效 所以我们因为姜的产品 知道怎么应用之后 连我们的配合产品 也要怎么样 改良 尤其在红豆袋的 我是有看法的 就不要花那么多的电了 不要把它烤得特别热 然后让患者好像 太热又灼伤了 然后患者最后灼伤了 他们说不好意思讲 要不然我们也觉得很热 他们不敢跟你们讲 表示这个就一件事 你们也不问 反正拿来就干 然后患者也不好意思讲 然后才因为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然后就造成这个遗憾 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以后 尽量就不要烤到那么热 对不对 那因为有姜粉泥了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改良 那所以这些产品 将来的应用 包括电热吹风 还有眼红外线 这个我们都常常使用 我们都可以来想办法 比如患者他要温敷 也可以眼红外线 我们就一个时间 一个进去 一个出来 一个进去 那就有达到温敷 也可以 以后再看看怎么样应用 那同度的温敷的时间 也可以控制 类似这样 我们再来讨论 好 那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也就是以姜维主导产品 其他只是配合着应用 这样是一个主流概念 谈到这里 又会有一堆问题来 我们看以前的 像台中他们有提 说涂姜 它会过敏 有没有 不适应 你们有没有遇过 濕疹还有什么 起泡疹还有氧 好 那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 这个是对姜过敏 是吧 还是怎么样 你们怎么说 还是它不适合姜 所以如果你们遇到这样 你们就不用姜 还是继续用姜 敢继续用的 甚至起水泡了 你们还敢继续用的 请举手我看一下 还有勇猛 那么十几个人 你们反正不管患者 遇到了 就改用其他热源产品的 举手我看一下 就用其他了 你看就有两派说法 所以我要调查一下 我们来统合一下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话说从头 一开始的时候 我用姜的时候 在喝的时候姜汤 喝了有没有人流鼻血 有没有人嘴巴破 甚至失眠的 甚至起疹子的 有还是都遇过 然后他们都说姜过敏 对吧 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撤退了 就不再用姜 还是继续用 继续用 你们都这么说 那我内热源是这样用 对吧 因为我给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对 因为他有体伤 热源进不去 不是姜的问题 我以前还跟他们开玩笑 如果喝姜 会喝到流鼻血 那我们的志工 每天都在喝姜 这里不是血流成河了吗 你们还记得 我早期有没有讲过 这些话 有嘛 所以我鼓励他怎么样 还要继续喝 对吧 这是一个概念 那现在内热源 我是这样坚持下来 现在外热源你们都在使用 我反而开始在写书了 你们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如何自处 是继续 还是换热源 也就是现在姜不行 干脆换辣椒好了 要不然喝生汤呢 为什么要继续用 我也是跟患者讲道理啊 对不对 那你们继续用 也要有继续的概念啊 对不对 要不然你不说服他 他会怕啊 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还是体伤 热能不足 对不对 遇到问题 一定要沉浸下来 不是人家说了 人云欲云 这个都解决不了问题的 今天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就像你们刚刚举手的 遇到这个问题 有人主张要用 有人就换 不要用 然后各制成两派 那我们静下心来 如果温敷了 他起疹子 疹子是属于症还是状 那状是属于热能不足 还是他处体伤 是属患处体伤 还是他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解决的方法 应该是怎么样 热源 那所以既然我们使用姜 他产生的这个现象 是姜带给他的吗 因为他是热能不足 我们又给他补充热源 那你怎么能怪到姜 如果照你们的概念 那我早就怎么样 他喝姜流鼻血 我就不敢给他喝了 对吧 那为什么这时候 你们要撤退呢 为什么不好好想 他起水泡了 如果起水泡了 是热能不足 比较严重 还是体伤比较严重 你们评估一下 如果皮肤 一定是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就代表 一定要重用内外热源 那就是他热能 比较严重不足嘛 比体伤还要严重嘛 是不是这样解释 我这样讲你们听懂吗 对啊那还是一个问题 回到我们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因 早就告诉各位 所有疾病皆因 体伤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你还是要回归到 那既然他起疹子会痒 那痒按推如果没有效 那就是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一定还是重用内外热源 重用内外热源 是僵不够吗 所以我刚刚不是开玩笑 那是不是应该加辣椒 应该反而是这样的思维 恰巧我们很多到这个节骨眼 我们退了 我们不敢做 因为怎么样 我们不再沉思了 我们只是在果相论 哎呀 那个对药物过敏 那个就是西医讲的 这个药物过敏 这个对姜过敏 所以你自己开始否定自己 那你的否定理由很简单 你是用西医的理由来否定 原始点的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表示你怎么样 完全对原始点是怎么样 没有深刻的去理解 所以我们的皮肤病只要遇到重 我们好像最后就改用其他热源 这个是对吗 你们觉得呢 我讲到这里 所以到这一刻的时候 我反而希望你们 有时候该坚持就要坚持 也就是他将起疹子了 那你要跟他说理由 为什么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热能不足吗 还不够 继续吧 你们讲得出来吗 但是患者要接受 那如果换热源的话 只有一个概念 因为各种热源都是一个热 我有讲过 对吧 在医疗与保健 我说为什么红豆带有效 不是它的成分 是为什么 不是红豆有效 是因为红豆微波了 那个热有效 重点在那个热 那你解决患处体伤 就是那个热 药性的热 要不然就是那个外热源的热 道理再清楚不过了 那它已经是热能不足了 你唯一患的理由就是 患者已经对姜 怎么样 反感了 甚至他已经完全不能接受 他反正就是太刺激了 那我实在不能接受 他太刺激了 那如果你说 已经孵了一段时间 他才起疹子 他已经能适应 这时候偶发事件的时候 你应该做何理解 如果这时候 你应该反思了 这是不是在修复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的 你看我这里就反反复复好几次 对不对 他吐出来之后 伤口一合 但还有硬块 我再戳再头 他还继续吐 对不对 因为他还没有吐完 他硬块根还在里面 那他在修复的时候 他还会往外吐 那往外吐还会不会流血 还会 他还要修复 又出血了 你们又说这症状加重 就好像喝姜汤流鼻血一样 原来他是在修复啊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 患者如果他能够坚持 我们就继续用 如果他很害怕 那我们为了随顺众生 我们可以放个热源 让他安心 这个可以说得通 但是你内心 一定要有一个组件 什么组件 他还是热能不足 不是将出问题 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一定要换 而不是遇到的问题 我就退缩 然后最后答案 你们也不知道 然后自己脑袋想着 一个过敏的问题 然后一直放在心上 然后无解 所以刚刚这些问题 临床上常不常见 常见我第一关就是 要破除这个僵啊 那时候是在破除内热源 我内热源破了 你们还有一个外热源没破 你们就不会想到 我早期是怎么讲课的 我们有分内外吗 原始点有没有分内外 几乎没有 在使用上 内外只是随顺众生而说的 体内会怎么变化 老病的变化 体内会不会老病的变化 一样嘛 那治疗的方法 会不会因为外 跟体内的处理方法 就不一样 不会嘛 只是体内有时候 要借助仪器 把它送到体内 温敷体伤位置而已 其实还是要温敷嘛 对吧 这些基本原则是不会因为内外 而有所改变的 我这样讲你们听懂吗 所以以后遇到皮肤病 我看最近还有人贴照网站 我就不说谁说的 他们在包扎 因为我看一看 连浆粉泥的制作都有问题 太稀了 然后又皮肤痒了 患者当然害怕了 最后他们换其他热源也修复好 但是我相信这个给他们的感觉就是 原来这个热源 将不是每个人都有效的 但他有没有考虑过 原来可能这个是一个 修复过程的一个过程 你看包括我也问陈经理 他们在处理牛皮痫 很多过程中会流汤流水 有没有 甚至有没有红肿的问题 有啊 会不会有干液的问题 有啊 你们早期我们也遇过一个牛皮痫 有没有 那用包扎有没有 保鲜膜包扎 他说很干裂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遇到这个过程 所以他说一定要涂什么 姜膏 它才会舒服 我们就给它再用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很不以为难 你姜膏 它本身它的热源就不够 你姜不用去用姜膏 那不是业用 那一般最后 我为什么会食物板 就把所有的姜膏删掉 因为姜膏没什么热源 那你处理重病 那个姜膏是没有效的 所以干脆我通通不用 了解吗 如果你拿姜膏以后 要擦屁股的时候 来涂抹一下 润滑一下 那个还可以 但如果说要来解决皮肤病 我认为那个效果 远远不如 了解吗 所以我直接就把它删了 那你看很多人反而 像早期 我们还叫它涂姜膏 因为它说会干裂 那涂一涂它说 不干裂比较舒服 我们就随顺它 但是我们的理在哪里 我们自己都忘了 我们学原始点 到最后遇到所有的问题 还是要怎么样 静下心来深思 我是怎么讲的 所有疾病皆因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干裂红肿 这个就是状嘛 状一定就是热能严重不足嘛 对不对 一定是患处体伤 一定要重用内外热源 这个道理在前显也不过了 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老是 就会卡关呢 现在的结论给你们一点 就是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要不要坚持 再做做看 对不对 但你要把道理怎么样 讲给患者听 让他不要害怕 如果你不足以说服他 他还是害怕 这时候你才换其他热源 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不是姜真的出问题 要不然你们印象中 就会一直以为怎么样 姜是有问题的 然后自己内心先中毒 以后你们在处理病人的时候 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微微缩缩的 害怕 这一个会不会又犯了 上次那个过敏的问题 然后又想了很多 然后做起来 就不敢放开来做 这个对大家 在操作的心态上会有影响 所以一切 我说原始点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理解跟做出来 你唯有在临床上把它做出来了 你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追踪 确定最后还是把它将就回来 你们心里那一层 害怕 担心 就怎么样 完全释怀了 就像我早期遇到 那么多人问我 那喝姜汤会流鼻血 会嘴巴破 会怎么样 我还是坚持下来 坚持到最后 还是我对了 因为最后的问题 还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为什么将我要叫他不喝呢 没有这个道理嘛 所以还是继续喝嘛 该按推我继续按推而已 那最后按推跟热源 不都是一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是吧 所以在临床上遇到问题 现在大家都要帮我解释 我的那个书本 但是他一解释 不一定是对的 你看他们热源使用 患者说不能接受 或是其实怎么样 但是他们没有说服他 也许那个是一个怎么样 过程 修复的过程 但你不解说 患者自然就不敢用 甚至就远离你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书本一定要怎么样 多看 然后读熟透了 然后遇到问题了 不要问别人 先找书本上 我书本上一定有写 一定有写 不要假借外球 还要看什么 你真的熟透 该坚持你就坚持 所以这里我只是提到 这个姜粉 姜粉泥它的应用 然后遇到的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也跟大家讲 那提升的方法 善用这些外热源来配合它 一定会提升它的效果 光姜粉 姜粉泥还是不够的 所以配合它们 那个时间会持久 所以第一个用的 我就会考虑怎么样 我第一个写的是什么 保鲜膜 配合保鲜膜 其他才是其一的 那你也可以配合保鲜膜 又可以怎么样 红豆袋 这个可以 同时也可以 不是说用保鲜膜 就不能用下面的 或用下面的 就不能用保鲜膜 不是这个意思 甚至一起用 我也OK的 但一起用不是 又保鲜膜 又红豆袋 又软贴又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下面任何 选一个 跟保鲜膜搭配的 一起用 然后跟姜粉泥 这个是OK的 这一段话大概是这样 那温敷跟 增强为乐敷 这个举例 都是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况下 我们才有必要 温敷增强为乐敷 要不然原始点 本来就是强调是什么 温敷的 不是强调乐敷的 但特殊状况 可不可以乐敷 可以 也是告诉各位 这样的观念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如此处理才能使外热源 充分发挥作用 从而达到疗愈疾病的目的 在临床上 姜粉或姜粉泥 常外用于 无创口的原始痛点 硬结 肿块 皮肤病等 可是病情需要 将姜粉或姜粉加辣椒粉 均匀涂抹于毛巾上 然后覆盖在体伤位置 再用红豆袋暖贴远红外线的温敷 好 我现在是把外面 他们常常在用有效的方法提供给各位 比如说他们现在用毛巾 那我们用姜粉 纯粹用姜粉 有些是姜粉不够 我们就姜粉加辣椒粉 然后可能4比1 我随便提一下 然后均匀涂抹在毛巾上 那把整个毛巾怎么样 就盖在体伤的位置 然后你再用红豆袋 或是软贴 眼红外线等照射 那这样热源就可以持久下去 这是外面比较常用 那这一个方法是比较省力气的 也比较方便 也就方便你们操作 只要把毛巾弄一弄 然后就贴到 然后红豆袋稍微微波一下 不用很热 你这样贴 那它就可以把里面那个姜的热怎么样 渗透进去 这是蛮常用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种很常用的方法 一可于体伤位置 先用电热吹风机温敷 在大面积涂抹姜粉或姜粉泥 并配合按推直至姜粉泥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二到三遍 最后再用保鲜膜保暖 或用红豆袋 暖贴 远红外线等温敷 好 这个也是很常用 比较费时费力 但非常有效 就是你遇到 比如说腹水 那腹水照我的这里 我举腹水 腹部好了 一定是怎样 不是先涂姜粉泥喔 你要涂的部位一定先怎么样 电热吹风机吹到皮肤稍微热热的喔 那再涂姜粉泥喔 是这样 我以前教你们是直接涂姜粉泥 有没有 然后没有肝再用电热吹风机吹一下是吗 现在正常的程序 就是先用电热吹风机吹热 要不然如果没有热患者很怕寒的 你那个姜粉泥又冷掉一涂 它很不舒服的 然后发现电热吹风机先吹热了 然后你在涂的时候 它的吸收怎么样 效果特别好 所以以后我们的操作方法一定是怎样 要涂之前一定要先吹 电热吹风机吹热 或用眼红外线 我们这里有眼红外线嘛 我们就进去叫它先温敷一下 然后再开始帮它涂姜粉泥 这些都要先这样做 涂完之后你要开始按推 按推要不要出一点力 只要它能承受 该给它多少的力就不能省 在推的过程中 姜粉泥也会慢慢干掉 干掉了算一遍 那如此再来重复 重复的时候又要先 电热吹风机怎么样 再吹一次 然后再涂 再按 好 再干掉 再吹 好 如此二到三遍 一般 依它们在操作 遇到再重的病人啊 都会改善 都会有效 所以这一个方法 是遇到比较重病 很严重的病人 甚至到危急了 一些操作的方法 那确实是有效 所以我把这两个 直接写下来 那以后我们的操作方法 这两个模式 大家就可以善用 以后我们是这样用 但是大家都拿一把 电热吹风机很快就跳电了 这一次去亚特南大 他们为了让每个人 都这样操作 结果屋主说 我从来没有跳电的 结果第一次 被你们用到跳电 因为每个人都开始 同时吹 吹就跳了 所以这个电力的问题 我们这里好像也常常不够 在使用上稍微控制一下 好 那这个是两个 最常用的操作模式 那现在来看都符合 你看喔 如果有一些硬结总块 照这样推会不会好 会啊 你看这个不推 怎么会好呢 光图是不够的 光照也是不够的 好不了的 我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 还是要靠推 所以第二个 反而符合我们的怎么 整个理论跟操作方法 第二种 就是电了吹风机吹完 再按推 如此二到三遍 那毛巾 只有这样盖 没有按推 那个还不够 有时候遇到比较严重的 是做不出来 那轻微的我认为这样就够 好 那这里我们继续看下来 姜粉最适合用于 有创口的部位 处理上需以干爽透气 直达提伤位置为主 所以期间不仅要少清洗 且清洗后要立刻用 天热吹风机吹干 还要避免擦拭 及使用纱布 保鲜膜等包扎 至于姜汤则不论有无创口 皆适用 只要有伤口的 只有一个产品 姜粉 姜粉直接撒在伤口 不要再考虑什么姜粉泥或姜汤 通通不用 就直接 好 那这里要保持一个怎么样 干爽透气 直达体伤位置 也就是它伤口在这里 像乳癌已经爆掉了 伤口在这里 你就不要撒背后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要再温敷他处体伤 直接从体伤位置下手 这样就对了 然后还要注意一点 保持怎么样 干爽透气 很多我们早期都会犯错 就是怎样 用纱布 保鲜膜把它包扎 那个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保鲜膜包扎 是有没有窗口 没有 这一点要特别谨记 你不要说张医师都说 叫保鲜膜包扎 我是说没有伤口可以 如果有伤口 我这里是怎么写 还要避免呢 擦拭及使用 纱布 保鲜膜等包扎 这样就完整了 原来保鲜膜 唯一的禁忌是怎么样 伤口 就好像按推 按推不能在伤口上 按推 它已经都溅肉了 你还要揉肉吗 这个没有道理 这样保鲜膜会不会使用 包扎不包扎 很显然 结痂的它就会掉下来 不用你处理它也会掉 你实在看不惯 你就稍微剥一下 我的结痂就掉下来了 我这一次就很明显的 所以要不要把 那个结痂要把它清除 也不用特别清除 甚至它如果还黏着 跟组织黏在一起的时候 那撕开的时候 很痛的时候 就不要勉强了 了解吗 等它慢慢它自然就身体会处理 它就会慢慢怎么样 脱落下来 你这个你放心 我说我们的身体 修复能力非常强 伤口已经结痂 就是代表怎么样 它伤口已经慢慢愈合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改变了 不一定只有撒姜粉 还可以用什么 姜粉泥渗透进去 或是你要撒姜粉也可以 但是要搓热 让热源怎么样 还是要渗透进去 一般有组织液流出来 就像乳癌很多爆掉 它一直不断流组织液 那个是一个过程 正常现象 不要好像很奇怪 然后想去包扎 让它流 流久了它就干掉 就这么一回事 如果实在不适应 比如说用个毛巾垫在下面 让它流下来 不要沾到太多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这样的原理 了解吗 那如果有组织液 一般湿的地方 我们尽量用怎么样 姜粉 干的 那身体是干的 外表是干的 我们可以用姜粉泥 这个就没什么问题